对 翻出来的是这一个 对 是我们的猛牛小奶油奶片 嗯 小奶油奶片 这一个能不能 我们别吃遍说好了 别吃遍说 小丁你等着现在这时候呢 可以的是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在家里面囤一些啊 来 小丁吃 谢谢 嗯 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里囤一些 其实这一个大家可以现在在弹幕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吃到时候的一些感觉啊 那这一个我首先要跟大家说 是我们这一个小丁的这个助力小哥哥包里面会必备的给小丁的 那当然其实为大家来做到一个介绍 其实很多朋友我觉得真的不用我介绍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 小丁现在吃得很开心啊 一出来跟大家讲讲看 其实我们发现这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51号宝贝链接的这个小奶油 那么为什么就叫做小奶油呢 哎 我想问问看 小丁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小奶油 小啊 我就拆解分析一下啊 小奶油嘛 小是因为大家看到他非常便携 他可以随时放在你各个包里面 就是有些时候会突然间淘楼合 哎 有了一片的东西正好救救急也好 或者说正好让自己调整一下心情也好 它是一个surprise的存在 小惊喜的存在 奶是因为它的奶香味非常纯正 因为还有82%的新西兰的奶粉 然后所以说它的奶味非常的纯正 有是因为它是大家生活必备的好朋友 哇 这一个拆分开来说的真的是太好了 小奶油 所以其实不光是我们小丁的这个小奶油 也是大家的一个好朋友了 那这个刚才吃起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刚才吃了一个 就是它有一点它是奶味是现在前面的 然后最后你嚼碎之后还有一点的回 说回甘就是清甜的味的感觉 它没有非常大的那种比如说粘糊感 它非常的顺 也不能顺滑吧 反正比别的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忽嗓子样的感觉 不忽嗓子 所以这个是这个小丁吃起来的一个感觉 那么其实不光是说我们吃起来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我要跟大家说到的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非常顺滑 而且不忽嗓子的一个感觉呢 我相信其实大家吃起来都是一个感受啊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配料是82%的新西兰进口奶粉来制成的 所以那在口感上呢 它的奶西乎可以说是市面上奶粉含量最高的奶片了 并且我们来看一下 在它的配料表上面真的是眼见为实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配料是什么呢 小丁来可以跟我们一起看一下 它只有这一个 包括抗性骨筋还有白砂糖以及拖延乳清粉 其实只有这么短短的四个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配料是什么呢 小丁来可以跟我们一起看一下 它只有这一个 全汁乳粉包括抗性骨筋还有白砂糖以及拖延乳清粉 其实只有这么短短的四个 就没了就这四个 真的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这个上面的配料表是不能就是糊弄人的 就是你添加了什么东西必须填在上面的 所以说它其实算是我见过比较 就短的配料表啊 对没错 大家会看到这个配料表平时很长长的几个 对大家会在那边感觉好多行字 因为对 但是它这边配料表就非常明确 全汁乳粉 抗性胡筋白砂糖 拖延乳清粉 没错 真的是眼见为食 那平常我们看到这个配料上面都是 尤其是一些我们可能不太认识它是什么的一些东西 那这一个真的我觉得 只有四个啊 我们的全汁乳粉包括抗性胡筋白砂糖 拖延乳清粉 配料表就这么短 所以大家很放心说吃到嘴里面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对因为它的配料表非常短 所以说它只有这四样东西 所以咱们的比如说奶粉 或者说它的东西会占比会更加的多 然后包括它也没有添加一些香菌 甚至是防腐剂 所以说它不会增加你对于肝脏的负担 所以说我觉得吃这个东西其实 在满足我们口腹之欲的时候 也不会损害到自己的身体 对我觉得这个健康还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健康非常重要 而且那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到的是 不光是我们的原料纯净 而且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营养价值非常的高了 旁边有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嗯没错 我们小丁可以来跟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营养的成分表啊 所以也是很明明白白的来做 给大家做到一个展示的 那不光是原料纯净呢 所以它的这一个营养价值也特别高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奶片啊 就这么小小的一个非常非常的可爱 它别看它小 它是浓缩了同比例下五倍牛奶的蛋白和四倍牛奶的钙哦 哇真的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一个数字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惊人 就是五倍牛奶的蛋白和四倍牛奶的钙 哇我觉得蛋白和钙其实不光是我们很多小朋友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成年人也是很需要的 而且我觉得这一个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说平常我会觉得很抗拒说吃鸡蛋啊 然后比如说喝很多牛奶 那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友就浓缩了非常多的东西 我们放在包里面